我们结婚11年了 刚结婚时 他家经济条件很不好 是我一个人拖着全家往前走 才让我们这个小家越过越好 可我为这个家所做的决定 他都不理解我 还总是和我对着干 让我觉得太累了 现在我们有三个孩子 我俩的矛盾也越积越多 他对我和孩子也十分疏忽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日子 要怎么和他过下去了 有请续队夫妻 得请 男嘉宾张杰是34岁 个体来自河北 女嘉宾吴女士35岁 教师来自河北 得请两位 有请 来 主持人好 这是撒娃的妈 看得出来吗 这是撒娃的爹 看得出来吗 真撒娃 真的 结婚11年了 幸福不 挺好 挺幸福的 你管娃娃 管啊 确定你管娃娃 那多少得管哪儿 管娃的啥呀 这个我也具体说过出来管什么 反正孩子你能一点不管吗 今天是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 是吧 对 觉得这个家全靠你一个人撑着 是吧 对 觉得这男人没用 是吧 对 那你想干啥 我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太委屈了吧 然后呢 想让他做出一些改变吧 如果做不出的话 那就是面联分开嘛 不至于吧 怎么能不至于呢 你别说他 我这外人我都不相信 因为撒娃 你怎么想都不太可能 那是委屈没在你们身上 好好好 说说吧 就是这十一年以来 我们基本上就是那种裸魂嘛 没车没房 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差的那种 我就感觉他没有上进心 就是我老公大学学的是那个汽车 毕业以后也一直在这方面工作 然后我就想让他开一个门店 做一下就是这方面的创业嘛 细修 对 但是跟他家里人就是没一个人同意 他们就觉得我没事找事一样 那个说的都早了这个 那会儿我自己干的时间也短 经验不足 包括家里边经济也比较紧张 毕竟需要投资嘛 怕这个做不好 万一就是赔了呢 那你说年轻人呢 就不应该就是勇于尝试一下嘛 那你试都不试 你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的 后来试没试 试呢呀 那不因为就是说 他要是不做这个的话 我就要跟他离婚就要分开嘛 所以就是逼得不得已 他就是去做嘛 你还真挺强势的 做得怎么样 那这么多年也还行嘛 现在也就是买车了买房了嘛 那说明人家很能干啊 那也会啥抱怨的呀 他能干 那不就这么多年 都是我在帮扶他嘛 那他自己也不行呀 那每次跟他指出 让他怎么怎么走 他都不听呀 不是人家现在做得好不好先说 还可以吧 你离开了他行嘛 你让陆琪老师给你开个气修店 你试试 那倒是有积极性 开得好吗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不现在店里面像先前那么好吗 所以就想着说 就是把店面就是再扩大一下 做成那种形象店 就是吸引一些那种优质客户呀 什么的 你想想我们做的是 现在来说就是那种中低端的那一些 虽然一天下来就是特别忙 但是挣不了多少钱那种嘛 所以我就想的是说 把这个做成那种形象店 然后吸引一些优质客户 懂了 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呀 死活不同意呀 您现在是要拓展经营范围 对 或者就要换一条经营的赛道 对 但是你们家的专家说 那个方向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但是我们那个是在我们县城啊 你像这种优质客户 跟这个市里边他是没法比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不赞成他这样做的 那你说我们县城里边也有那种 就是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那种优质的客户呀 那人家也不是没有成功呀 那我们怎么就不能去尝试一下呢 再说了 到时候年龄越来越大 对不对 我们不能一直就是干这种特别辛苦的 这不想着说把那个档次给提上来 形象给提上来以后 就是找点工人呀什么 你也可以轻松一点嘛 到时候可以多陪陪我跟孩子嘛 这不都是为你着想吗 你看你理解吗 这个夫妻两口子的老婆店 那个经营的事咱不好插嘴 但是就提一个问题啊 有没有可能未来连气修店都没了 因为全是电车了 有呀 所以我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嘛 我就想说出去就是学习一下 我在店里跟你盯着这个销售这块 然后也有工人嘛 他说什么呀 他说到时候没有了 那就不干呗 为什么非要干这个呀 他不听呀 他就永远不是说 向前就是说 想着去思考 怎么把这个东西去做得更好这种嘛 明白了 董事长同志 今天咱们在这儿不谈公司的事啊 公司的事 你们公司员工回去自己开会 咱爱情保卫展 说说你们俩夫妻两口子的事 第一件事我们听明白了 在经营上面 妻子觉得丈夫不够用心 在对于未来家庭的思考上面 觉得丈夫没有主张 对 好 咱们说说其他的 你说我在家就是看着两个宝宝 你也不看宝宝 然后你就打游戏 你打游戏就打游戏呗 你还充值 你三千几千的充 那你有钱吗你 你有那些钱 你跟宝宝买成奶粉呀 衣服呀行不行 交点学费行不行 男人玩个游戏怎么了 别人都一直充钱 一直充钱 要不然跟人都玩不到一块了 这东西 那你跟别人一样嘛 那别人有钱呀 那你有嘛 你为什么要每次都跟别人比呀 那我们拿你跟别人比了嘛 那别人有房有城 那你有嘛 你看那领导的份出来了 这人就比较强亮 你看人家那姿态已经 你有吗 你有吗 领导训话 蓝宝说他关不关心你和孩子 咱往这上面谈谈好不好 那你说我们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谁也不认识 然后我从小就是胃不好 就那次把就是胃经卵 疼得特别厉害 一腰都止不起来 然后他还去上班 他都不管我 那当时不是说我就要上班去啊 那时我已经走了 已经开始给人工作了 我手上说实话 干这个活嘛 比较脏 我又跟他说 我说这个门诊 在咱们家没多远 你自己去北这么大人呢 那一个女的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最脆弱的时候呀 那是不是想要你安慰一下 你最起码你就是安慰一下 哄一下嘛 那你怎么说的 哎呀你那么大个人 你自己不能去嘛 非要什么事情都要我管着你 对呀 当时我父母也都在家 你谁跟你一块去不行 那你父母也不是你呀 那我是嫁给你呀 我又不是嫁给你父母呀 是那时候他年少不懂事 咱们翻篇 这个有了孩子之后 总长大了吧好不好 那时候刚有二宝嘛 才四十多天 然后大宝就是生病嘛 这大宝的事就不说了 看来生大宝的时候还行 那就说二宝的事 那不就因为一个宝宝嘛 相对于来说也用不着它嘛 自己可以就是做得了嘛 那有二宝以后嘛 孩子发烧烧到四十多度 让我自己抱着两个孩子 去那个去坐公交去医院 他也不说就是说 给我找个车呀 或者就是让人陪我去呀 怎么着 他还是去上班 不管我们人家仨死活 这话一说就是 非得说我还是去上班 我是已经工作了 我每天也是坐公交车走 公交车十几分钟一趟 很准时的 再说了你去门诊去 给孩子看一下 非得就要去医院 那不是因为门诊看不了吗 门诊要能看得了 谁愿意去医院呀 那么远我愿意去嘛 那么冷的天 再说了 那你借个车 就不能把我们送过去啊 还得找个司机 专门给你开车 那不就是 那朋友不就是互相帮助的嘛 那我不是就有事情 能才求他们吗 那我没事情 谁愿意用他们呀 对不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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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就这一件事啊 那还有他们两个 都同时生病 让他那个倒个水呀 拿个药呀 或者就是量个体肥呀 每次睡得 叫都叫不行 菜都菜不行 我管啊 我不是不管啊 我工作一天回去之后 我还给他盯前半夜呢 但是我睡着之后 说实话是 睡得比较沉呢 那孩子生病 能生几天呀 那你请几天假就不行呀 不是给谁请假 自己家的买卖 跟谁请假呀 没 当时 那会儿还是就是 在跟别人上班嘛 那边上班 行吧 就是宝宝生病 你不搭手 我比较累 是吧 对呀 生了三宝好点没有 更不好 我送大宝 二宝就是去上学嘛 让他自己去送三宝 然后门上一般 就是八点钟开门嘛 每次他都要拖到九点 很多客户 八点就已经在等候了 你知道吗 他每次就是送完宝宝 最早最早也得八点半 那你说 每次这种形象多不好呀 我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七点半我就走了 我说你早点 你早点 每次都有客户 对不对 就不听呀 就得磨成了 一说就是 那个宝宝就是不起嘛 那我没什么办法呀 那我叫不起来他呀 那你叫他还叫不起来 你多大个人 他多大个人呀 他还能反抗过你呀 听懂了 总而言之 大错误没犯 小错误不断 就是不太听您的话 您觉得心都操碎了 是这意思吧 对呀 就跟又一个 就是孩子一样吗 四宝四宝 你代表你和三个宝宝 来说说你媳妇吧 就在家里 她是一个什么形象 看不出来吗 就这个 在家里就是这种 女王形象 各种问题 她都得管 而且不按她说的来 这个就不行 是紧对你 还是连孩子也 连孩子 你看孩子晚上 洗完作业 有时候说孩子想玩会儿 玩手机什么的 很正常啊 不行 规定孩子这个 十点钟上床睡觉 九点半刷牙 九点三十五去刷牙 不行 如果违反了 得我们四个一顿训呢 一起是吧 三个宝宝 连你一起是吧 对呀 连错是吧 就一个九点半没刷牙 其他三个得排在一起 四个人一起训 对 那给你们定时间 不是让你们早点休息 你第二天要上班 他们第二天要上学呀 对不对 那不是为你们好吗 这也是我的错 那你要是把这些事情 都做了 那我用生气吗 那我用说你们吗 你以为我想呀 你们犯错了 他会惩罚吗 这个我吧 还行 孩子这个不行啊 发战哪 那对你呢 不让我进屋呗 不让你进屋 你去哪儿 客厅啊 让你睡客厅是吧 对呀 干啥呀 你现在来干啥呀 跟我们显摆 你的幸福生活是吧 不是呀 你看他天天 多没有上进心呀 然后你说这十一年以来嘛 你说我不打游戏 我也不出去吃饭呀 什么呀 就是一心为这个家着想嘛 就是现在我就感觉 他们全家 就把我当外人 就好像就说 哎呀 甚至我婆婆公公都觉得 就是我欺负他儿子一样 你知道吗 那你说他们都不上进 那你不得有 家里不得有一个 就是说 领着他们前进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您现在是家里的火车头 对吧 后面那些火车 他们现在不跑了 对吧 对呀 那拖着他们太累了呀 所以您这也不想当火车头了 是吧 对 您想让他当火车头 对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能当火车头吗 住不了 孩子怕他吗 怕呀 这个三个孩子 应该跟你关系 稍好一点是吧 那怎么说呢 你 想好说啊 孩子跟我关系吧 还行 就是用着了 就过来了 用不着呢 平常还是找妈妈 定位很好 是个工具人 好 你就说吧 今天你要干吗 我就想让他以后 就是把这个家撑起来 就是我现在感觉 就是太累了 身心疲惫的那种感觉 明白了 我不想了 我要辞职不干了 你必须得接上 是这意思吗 是 那人家要接您的班 人家得知道 我干些什么呀 那就是把那个店面经营好 您退出管理吗 对呀 然后我就认证 从今以后 我不再管店面了 行还是不行 行 好 行 要求 第二个 就是以后 大事小事 就是让他做主呗 我就回家当个 就是家庭主妇就行 听明白了 以后主外的事 都归你管 是这意思吧 是 一年给个指标吧 经营指标 那十二万吧 一个月一万块钱吧 能行不 一年给家里交十二万 能证到 确定吗 能证到 好 行了吧 没别大要求了吧 没有 确定没了 没了就好办了 听起来要求很简单 为什么十几年 却达不到呢 一个女人在家里面 到底遭遇了一些什么 丈夫也觉得委屈 妻子也觉得委屈 丈夫也没少付出 妻子觉得 我还比她付出了很多 现在这个家庭 到了一个什么 老婆闹着要不干了 丈夫真的能把这担子 接过来吗 还接不过来 你不是为了离婚来的 对吧 你是为了敲打他来的 是吧 我们让老师给敲打敲打 看看这车 到底是前门需要板筋 还是后门需要板筋 还是说这车 全身都需要板筋了 老师们你们给断断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妻子说要放权 我担心你即便是放了权 你依然是这个家庭当中的 慈禧太后 如果说要问 你们家情为何物 那太明显了 一物相一物 他说的话 那一定都有理 他说的事情 一定都是对的 但问题是 你说的话 难道一定是真理吗 刚才你说 他的店 该这样做那样做 你们两个人汽车水懂 他懂呀 那你为什么还要指手画脚呢 那不想让他更好吗 再说很多 你凭什么呢 凭你的专业知识 还是对 行业的了解 对市场的了解呀 他懂 他市场是不是比你更了解 走高端 还是做普通 就给他去一个选择权又怎么样 做妻子的在家里 任何事情都要你说了算 是不是有点霸道 您看您的丈夫 你强势他压抑 而且越压 越扁 已经扁成这样了 他也知道有一些是他有道理 他为什么不反抗 他在乎这个家吗 男人靠捧 女人靠捧 你为什么不捧捧他呢 让他有点自信啊 一个家 我不认同说 一定要有一个家长 当然也做不到 完全的平等 谁有道理 听谁一听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有时候 睁大两只眼 有时候睁一眼闭一眼 从此以后 他竟然已经今天说了 放权了 那你去做 堂堂正正 把活干好 给他看 给孩子看 行不行 行 想超反啊这是 这个丈夫我问一下 就是除了我们 听起来觉得 妻子对你管理 比较严格 你自己觉得委屈吗 如果委屈 有一个程度分的话 一到十分 你的委屈有多少 四五分吧 那还可以是吧 人家挺外意的 所以啊 你知道为什么 你们家今天 我们大家听起来 这不是挺好的吗 太太要求高 爱唠叨 老公听话 让罚站 四个人一起站 这不是挺好 为啥还要来 你知道为啥要来吗 你自己是从心底深处的 认同我老婆的这种方法 并且照做 咋还不行啊 你是不是困惑于这个呀 对吧 我不当火车头 你只动我就动 你只吸我就吸 这不是挺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不满意要来吗 没达到他的要求啊 不是 我们每个人啊 无论是男性女性 都有对更好生活的 追求和向往 但是 每个人对幸福的认知度 不一样 夫妻两个人 作为亲密关系 如何才能统一 这个幸福的认知度 是婚姻家庭和谐的 一个基础 就你没有能力 和他统一 原因在于 不是你没有一味地 顺从他 是你从来不知道 自己树立边界 和向他融合的 这个能力 你没有 没有一对夫妻 过得好 是一方完全地 顺从另一方 因为我们内心 都有自己 对幸福的认知 你和他不一样 所以你在婚姻当中 没有边界 然后他越来越不满意 你怎么做 他都不满意 如果有一天 你能站出来说 老婆我告诉你 这个店就是这么开 你不懂我懂 你自己硬起来了 你自己有了边界 和底线了 你自己竖得住了 你有了自己的 自我认知 能够清晰地告诉他 你认为的幸福 是什么的时候 你们的婚姻 才能舒服起来 你的问题是 你这十几年 没有给他 自己能做主的机会 没有给他成长的机会 所以你活得累啊 如果你们的婚姻 想和谐地过下去 男生你就得 往前走一走 女生你得给他等一等 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 你那么说 我全放全给你 你俩依然过不好 不是左就是右 永远过不好日子 沟通 协商 找到一个 你们夫妻 共同幸福的方向 这才是婚姻的重点 磨合吧 这个虽然结婚十几年了 刚刚开始磨 慢慢磨吧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什么叫边界 知道吗 刚才赵川 给你们定了一边界 明年一年下来 十二万对吗 只要他把那十二万 挣到了 对那个店你就闭嘴 然后再把这些人 就像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三个孩子现在逐渐在丧失做大判断的能力 在你这个妈妈的带领之下 就是我因为干心理学干了一辈子 我告诉你一个风险 一般呢我们说男孩叛逆主要指向爹 但是我估计您家这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他们的叛逆应该主要指向你 因为谁约束我我指向谁 我希望我说明白了 好吗 可以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事吧 有些人特明白 但是有些人明媚感 都在说妻子啊 我问丈夫几个问题啊 因为我听着啊 就你今天特别扬眉土气是吧 所有人都帮你说话 但我确实有点问题 你有三个娃对吧 大的十岁 八岁 四岁 对对对 是吧 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 你看大的 大学毕业 要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了 儿子 要考大学了 对不对 十八嘛 小的 十四 差不多要考中学了 未来也要考大学 三个娃 大概率现在的孩子 都会去大城市里面生活 然后要结婚 要怎么样 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 这十年该给他们存多少钱 没考虑过这种 你现在考虑 你要除去他们上学花销的话 除不去上学花销 除去上学花销 上大学都得花钱 上大学我跟你讲 除了学费 还要买电脑 交请示费 他还有社交生活费 一堆钱呢 三个娃 这种生活费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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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交不下去 你现在在闹情绪 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焦虑 放一放焦虑就好了 什么边界啊 边界建立不起来 要建立早建立了 永远这辈子建立不起来了 十一年怎么建立 拍胸脯 你拍着胸脯说你行不行 不可能嘛 一直压着嘛 十一年都成为行为习惯了嘛 你现在是很幸福 但是你焦虑 你不是不幸 你不是生活在痛苦里 所以很简单 说说气话就算啦 听话 以后别胡来 还不努力 该学技术学技术 汽车技术也在迭代更新啊 得去学呀 学完之后把它做得更好 一起进入192 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老婆 这么多年 你给家付出什么的 这个我心里也清楚 但是 另外一方面说吧 你反正要求方面 对我们孩子这块 要求有点 就是太严了那种 你不能说你说个什么 就必须得是 按照你那个做的 对吧 你说我跟你 你说要炒个土豆丝 我今天给你炒了个土豆片 这个你也应该就是说 去体谅一下我 对吧 我就是想着吧 让你就是以后 多上点心 多有点责任感 对我就是我跟宝宝嘛 就是更照顾一些嘛 所以就是希望你以后 就是越来越好嘛 我突然之间听明白 他说要表达什么 他只是想要生活的松弛感 是吧 就是你啊 太紧了 他要的是有一种松弛的感觉 有弹性 我再翻译的直白一点 要求不要太严苛 别太较真了 较真会更累 我估计你这次来啊 是因为你叫不动啊 孩子大了 男人吧 现在跟孩子有一条战线了 有点叫不动了 是吧 回去吧 谢谢你了 请回 第二集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一下 双初是肯定的 肯定是双初啊 来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随刻 请见证 来来来 请亮灯 请亮灯 笑起来觉得生活特美 就是不笑 放松一点 没有你想象的那样 很好 谢谢两位 挺好 谢谢两位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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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突然发现 人挺幸福的 秀了一大段性